你看才傳出來說 下禮拜民進黨可能提名這個陳時中 這個國民黨馬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如果你真的要選 你就馬上要辭掉這個指揮官的職務 那你怎麼看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動作 現在是不是真的有點像這個驚弓之鳥 陳時中來也怕 黃珊珊現在去挖牆角 陳永德 剛剛這個年晃跟你講說 陳永德是什麼樣的議員 七連霸的議員 他幫黃珊珊去安排 跟十幾名的這個里長參緒 這個蔣萬安這邊你怎麼看 我覺得一件事 國民黨也不用那麼急 蔣萬安反而要需要急一點 國民黨裡面不是參選的人 就不用那麼急 第一個剛才就提到了一些人 你比如說是張煥靈 就內湖的親工會的會長 那這一個案子我也覺得很納悶 5月5號的時候 婦女的會的那個母親節的時候 黃麗錦如還公開宣布說 張煥靈要去當蔣萬安的發言人 那當然黃麗錦如說他要去當發言人 那當然黃麗錦如說他要去當發言人 但是蔣萬安那一邊是說水行幫助地方 所以是不是黃麗錦如講這一段話 導致於雙方之間是誰在放話的認知 就是導致於沒辦法過去 當然你說蔣萬安的主任周嘉鴻 初選輸了 那四黨部也是說我們會來盡量安排 看是四黨部或是蔣萬安那一邊 有沒有需要我們來盡量安排 講完以後就無聲無息 那人家也跑啦 當然挖這些人 當然第一個不連任的 或是初選輸的是最好挖嘛 但是我覺得蔣萬安 自己必須要注意幾件事 市議會裡面市議員 為什麼對蔣萬安一些私下行程 會跳起來 你到我選區拜會里長 既然都沒有聯絡我 你說會不會跳起來 那當然會啊 所以市議會裡面 當然也有人私底下也在抱怨嘛 你來我的選區 來拜訪我們的里長 然後連通知都不通知 我也在抱怨 連這個禮數都沒有 對也在抱怨嘛 然後當然啊 在拉人過程 我還是覺得四黨部真的很優秀 臺北市黨部真的很優秀 臺北市黨部真的很優秀 我不曉得市黨部黃呂炯如當主委 到底是害蔣萬安還是要成就蔣萬安 張漢林的事情 對民進黨來說算優秀啦 對國民黨來說就不優秀了 你跟張漢林 張漢林五月五號在那邊 黃呂炯如講職務上面 人家沒有排的職務 把人家講錯職務 害雙方之間有心理疙瘩 然後跑去黃珊珊那邊 然後你看中政區 你看中政區 中政區當然有三四個里長 他們在二零一八 是用五黨籍選選上了 那今年要用 要重新掛國民黨 然後大概有兩個 可能黨部有意見 潛向於不提 然後這兩個聽到消息以後也在說 好吧 那我們還是五黨繼續選 挺黃珊珊 改挺黃珊珊 會不會選舉熱起來 蔣萬安底下人都跑光啊 你看四黨部多優秀 你看四黨部多優秀 剛才講到 那一個蔣乃馨的 四黨部也說出選輸了 我們會安排無聲無息 然後跑到黃珊珊那邊去 你看這個四黨部有多優秀 去無存機不錯 對你看這個四黨部有多優秀 當然蔣萬安面臨的這些問題 其實坦白說一句話 我不曉得啦 各位有沒有聽過國民黨裡面 有一個形容詞叫佛系F4 佛系F4 對對對 那丁學偉也聽過嘛 我是兩三個禮拜前聽人家形容 就是說我們黨內有一個佛系F4 那當然我們很好奇問一下嘛 對 北台灣最北的基隆市長謝國良 的確好久都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佛系 他說他當選要送五萬台 接下來接下來 接下來 但是佛系形容就說你不要熱 但你也要積極啊 然後另外看到的就是說指的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在選舉上面 你也沒看到他有什麼 全部民調第一啊 然後另外一回事啦 講佛系就跟你講的是選舉方式 就不是講民調 你再看的就是誰 臺北市的蔣萬安 再來就是桃園的張三聖 就北台灣 北台灣 他們都是佛啊 對對對 他們黨內心 他們黨內心 我們四個人叫做佛系F4 佛系F4 然後其實裡面 其實你看來蔣萬安 的確是有很大的問題 他跟市議員之間的問題 你剛才特別談到說 我理智上支持蔣萬安 那感情上支持誰呢 動作上呢 動作最重要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陳勇德邀了十幾個的國民黨籍 禮長去跟他們吃飯 你看陳勇德特別講了一段話 叫做黃珊珊答覆里長 比柯文哲答覆的更好 那我就很好奇 答覆什麼問題 里長說我要建設五十萬 我會給你多少錢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就像你說的 濫用行政資源 什麼叫答覆的好 我就不太懂 這裡面就有一些問題 然後事後也傳出來 這十幾位里長裡面 國民黨籍的說 在會中在對談裡面 態度展現友善 支持會挺黃珊珊 然後你後面又去見陳勇德 這個蔣萬安去見陳勇德 還要透過廢洪泰他們 你然後出來跟你說 我們兩個人的友誼不變 友誼不變 那陳勇德就不應該會這樣說你啊 然後好 那既然現階段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近期裡面有一個明確的指標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星期一嘛 蔣萬安已經跟參選 市議員都造完了嘛 都合照造完了嘛 我們看連任的市議員 掛那個看板的速度有多快 不要看那個剛當那個第一次選 因為第一次選了 他可能要知名度幹什麼 他會趕快希望 那連任的積不積極 看板看一下就知道了嘛 像這個陳勇德說 理智上支持啊 有可能突然失去理智的人多 因為他不連任了啦 所以基本上他不連任的話 那基本上他就不會有看板 那其實市議員大家跟蔣萬安在一起 問題是不是同框的問題 是積不積極幫忙的問題 那我覺得蔣萬安裡面 為什麼團隊裡面呢 一直要拉的人呢 到最後都拉不成 我覺得蔣萬安 還都跑到黃珊珊那裡去 我覺得蔣萬安自己思考一下 你們團隊裡面主政者是不是太自我感覺良好 一定會當選 是不是排他性過強 包括從黨中央過去的裡面 中央政策會的什麼 你自己去思考這幾個人的能力 跟排他性 跟對外裡面沾沾自喜 自稱多厲害 讓人家反感是不是有相對的關係 我覺得蔣萬安自己去思考 他團隊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包括不好意思講他的親人 就講他的同學什麼 親人我就不講了 等等等等 是不是具有自我感覺良好 排他性很強 然後連議員下來幫忙 很積極的幫忙 都會被講成說 你看這些我們蔣萬安 被那些議員包圍 怎麼樣怎麼樣 搞到很多議員現在看到蔣萬安的選舉 沒有找他們 他們就閃到旁邊去選自己的舉 這一些問題都凸顯了 蔣萬安你不是被邊緣化 是你自己把自己邊緣化 這個才是他自己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可以